今天来编织一款很简单的花形针 全部编织平针 然后只是挂针拉伸就可以了 很简单而且很漂亮 你丝开衫套头衫帽子都很好看 用不同的颜色可以编织不同年龄的毛衣 好我们下面开始来学习 我在编织花形的时候 先编织几排的下摆 这样大家看得更清楚 第一排的编织花形针 劈牌编织边针 然后这里我们要把线绕到前面来 挑三针不编织 然后直接把线绕到后面 我们把线调清楚一点 把线绕到后面 三针不编织线绕到后面 织一针 线绕到前面 调三针 一二三 然后 挂过来 撕个平针 线绕到前面 调三针 再把线绕到后面 平针一针 也就是撕一针 把线绕到前面 刮三针 不编织 线绕到后面 再来织一针 我们这里刮三针 不编织 然后呢留编针 因为我是留四编针 撕一个反针 好 这一排 刮线好以后 反面 反面我全部撕 反针 也就是撕上针 全部撕上针 继续往下编制 这个花形很简单 第二排 第二排的撕法和第一排一样的 编制 然后呢 线绕到前面 三针 挑三针 不编织 撕一针 线绕到前面 挑三针 编织一针 线到前面 撕一针 挂线 挑三针 我们挂线的是编织 撕一针 是正面 然后 一 二 三 撕一个反针 然后 上一排 这里 反面一样的 撕法 全部撕反针 下一排 一针 下一排 下一排的撕法 下一排的正面撕就很简单 撕一针 这里我们留着三针 在中间针 从这里 挑完来 撕这里一针 然后撕一个平针 这里一样的撕平针 这里三针 我们在这一针的中间这里 调整 把这个线这样倒在平整 在中间针 这样拉一下 然后撕 将针平针 然后呢一样了 两根线一起往上拉 花形就升形了 这花形不仅简单还很漂亮 好 平针 这里边针是一个反针 第一排的撕法就简单 花形针就很简单 撕好了 我们来撕反面 挑针 然后我们先绕过来 吃反针 先绕过来吃反针 这里是正面 这里是正面 正面是一排第二组第二排的花形 我们就要先绕 两针平针 这排的排花 两针平针 我们要把刚才我们支平针的C排为C组的花形针的中间针 只要在这三针这里挂线 所以说先绕了两个平针 这样挂线过来 跟第一排的挂线一样了 三针挂线过来 撕这针为 这一排我们支平针的花形针 这样 如果你要捐撕的话 你就在正面多撕一排平针就可以了 因为我的反面 我支的是上针 你要捐起来撕 你就在正面多撕一排平针 这样错位 要错位挂线 这里我们又在这三针这里挂 好 我们反面编织 反面跟上盘一样的 我们撕上针 反面跟上盘一样的我们撕上针 这一排的编织手法 这一排的编织手法跟上盘一样的 平针 让我们来挂线 让我们来挂线 吃一身平针 再挂线 好 再撕一排反针 好 再撕一排反针 我这里因为这个颜色的线不够了 我接了另外一种颜色的线 希望不影响大家学习这款花形 希望不影响大家学习这款花形 一般我们接线抖了之后 线放在反面 这里我随便接了一个头 大家接头的时候 不要接留性长的线 好 这里一排 然后呢 我们现在开始撕一排 撕一排的 撕法是一样的 平针 再撕一针平针 这里我们一样的放 刚才我们拉伸三针中间针 好 撕三针平针 这一针 停针 平针 拉线 这样我两排花都编细好了 这一排和这一排的丝法是一样的 然后下一排 下一排我们又开始挂这三针 除了编针我们又开始挂这三针 和这里的丝法是一样的 这样我们大面一起编细起来 它就成了这款花形 对于这款花形 大家还有不懂的不理解的 在我评论器上留言 很简单 非常漂亮 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